第4675集 青牛之角也在此刻 悍然暴涨 发出赤剩的青色光芒 散发出一阵鲜雾般的气息 神秘符文交织而出 剿灭一切阻碍 夜晨的身躯穿破万般阻拦 而这一次 他捏紧拳头 轮回血脉包裹成一层铠甲 朝上镇压 那是怎样的强大力量 神圣而又恐怖 几乎能与失落的 无无气息对抗 玄机月也察觉到了 莫大的危机 他没有想到 夜晨会在最后的时刻 逆转乾坤 爆发出如此神光 如同那镇压天地的 太上神器脱离封印 夜晨的肉身 此刻已不仅仅是 单一意义上的躯壳 而是媲美太上神器的存在 他穿破了黑芒 树膝之间便杀到了 玄机月的面前 二人四目相对 紧接着 夜晨不再留守 砰砰的声音不绝于耳 他的拳头散发出血红色的燕芒 狠狠砸在了玄机月的身躯上 玄机月无法躲避 倒飞出去 穿透了十几座残破的山巒 这才堪堪停下 但夜晨紧随而来 一双拳头蕴含着大道法则的力量 每打一下便会让玄机月的身躯破碎一份 形成无法修复的伤痕 玄机月是万万没有想到 他所设下的圈套最终成全了夜晨 让夜晨在死亡威胁面前 炼成了无敌圣体 而这一回 夜晨凭借着圣体的力量 挣脱了身上的天道束缚 这份誓言所降下的天道锁链 本就是不公平的 但唯有夜晨达到了一定境界 才能强力摆脱 随着一声龙吟 三把气势汹汹的天剑悍然降临 锁住了玄机月的双手 而龙渊天剑更是凶狠 血龙咆哮冲下 操纵着剑刃 直邪钻入玄机月的眉心 三把天剑分化为锁链 将玄机月镇压在虚空当中 玄机又有两座神塔降临 加强了此地的禁锢 夜晨身上的青牛之脚飞出去 狠狠刺在了玄机月的心脏部位 即便没有穿透 仍是对其形成了莫大的威胁 做完这些 夜晨才凌空盘坐 手掌一挥 便有闪耀着神光的丹炉飞出来 自动旋转 火焰升起 炼制丹药 而里面的丹药粒粒飞出 散尾点点光辉 落入夜晨体内 另外一边 五颜六色的光芒闪动 一条条一彩分成的锦链 逾越而出 纷纷围成一团 治疗着夜晨身上的伤势 玄机月动用了浑身的力量 拼命挣扎 但是遭到了几样神通宝物的镇压 短时间内根本无法逃出圣天 正当玄机月想动用底牌手段时 一株小草缓缓飞过来 摇摇晃晃 像醉酒的汉子 啪的一下 落在了龙渊天剑的剑柄上 玄机月顿时神色狂变 这株小草看似普通 并无异样 但却彻底镇住了 她眉心的这把剑 令玄机月无法动弹 不 这是什么东西 快给我让开 玄机月急了 若真的让夜晨 动用了最强的底牌手段 那她便是最直接的靶子 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她定要挣脱这些宝树的束缚 才有机会活命 玄机月双目击射出雷电 那使她引动了埋藏于体内的雷种 狠狠击打在两座神塔之上 顿时令神塔摇摇欲坠 雷种继续肆虐 连封锁其四肢的三把天剑 也变得摇晃不已 就要坠落而出 从某一方面来说 这算是玄机月最后的手段 如同挣扎中的困兽 眼看这几样神通都压不住她了 而叶晨仍处在疗伤的状态 玄机月心底涌起一份希望 如果现在能够脱困 那便可以将叶晨杀掉 但她却没有想到 那株小草察觉到她的动静之后 竟是慢悠悠地站立起来 待其站稳之时 浩荡的力量席卷而出 从虚空中引进 顿时 那几样神通宝器都不动了 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了这一株小草 镇压万物 连通古今 轰隆隆的声音不绝于耳 那是天地在颤抖 玄机月顿时惊呆了 她从不知晓 叶晨身上有如此神奇的宝物 这小草似乎拥有自我意识 到底是个什么物种 不过她没有时间考虑了 这株小草 彻底震住了她 从上而下 威严重重 几乎要将整处虚空都给禁锢 可恶 玄机月发出了 撕心裂肺的吼叫声 此时的她披头散发 神情恐怖 连身躯都开始扭曲 这一幕吓坏了不少观战之人 谁能料到 往日高高在上的奸家圣女 此时竟是被打得如此凄惨 而下一瞬间 叶晨缓缓睁开了眼 轮回血脉 化作两轮血日 在她的眼眶之中旋转 流淌 呈现出无敌的状态 当她起身时 整个天地都为之肃然 天地万物停止摆动 不敢动弹 仿佛都在迎接 这位新王的到来 命运之主 你自私贪婪 冷漠无情 屠杀无数生灵 却不顾正义与否 你可知罪 叶晨的声音蕴含着浩荡神威 席卷而开 无匹的气势轰然爆发 将这一处的强者 给死死地压下 玄机月额头上冒出了 层层的冷汗 但她仍然硬着头皮 拒入承认 对此 叶晨没有半分客气 直接一箭哄下 而小草适时让开 让剑光全部落在了玄机月的身上 玄机月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当失去了命运的庇护之后 她身上的本源之力则是弱上了许多 其他的攻击或许无法伤到她 但是轮回一定能 命运与轮回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的状态 一方强大便会有一方弱小 一击之下 她便已经受了重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她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 而叶晨则是准备好了最后一击 她将那青牛之脚 与自己的血脉剥离开来 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次 她要彻底将对方轰杀 不留任何余地 没有人可以动她的女人 几次性的死需要她血债血偿 那青牛之脚是远古留下来的无上神通 此时也感受到了 叶晨心中的极致杀意 平静到了极点 那便是无法回头 轮回血脉为饼 青牛之脚为刃 就像是一缕小小的火苗 骤然生疼 成为燃烧虚空的烈焰 叶晨的眼中燃起了一缕幽童之火 这是轮回的力量 燃烧到尽头的表现 此火一出 玄机月便明白 叶晨是真正想要将她击杀 不 我不可能会输的 你杀不了我 我是命运之主 是天赐的圣女 还是剑家剑派未来的掌舵者 将来必定要成为 如亲家仙子那般的人物 你算什么 有什么资格剥夺我的性命 玄机月红着双眼 放声嘶吼 叶晨立在虚空当中 表情无悲无喜 平静地看着她 二人的命运 从上辈子便开始纠缠 所谓爱恨情仇 种种纠葛 从现在开始 都要画上句号 就让这一切 也在今日结束 你是命运 那就接受自己的命运吧 叶晨淡淡说道 玄机手掌一推 那柄青红双色火焰 凝成的法剑 便沿着虚空的轨迹 瞬间推进 随手挥动那柄剑 闪耀着凤凰般的光芒 凝聚成形 腾飞膝出 而玄机月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缕火焰 吞噬而来 将她的身躯包裹其中 她 自从执掌命运以来 已经多少年 没有体会到痛苦为何意 但今天 却是有所体会 第一次感受到了 被火灼烧的痛感 玄机月剧烈挣扎 仰天怒吼 她想要突破牢笼 甚至于双手都画出来 但仍旧无济于事 那缕光剑凝成的火焰 骤然收紧 这世间的万物 都无法抵挡 如此精纯的火焰 就算是玄机月 也是如此 她的身躯 无法承受住 青牛之脚 与轮回血脉的力量结合 刹那间被烧成灰烬 与空气中的砂石 混合在一起 而夜晨的目光 并不在这团火焰上 她召唤着三把天剑 忽然飞起 盯住了虚空当中的 某一处缝隙 而那里传来了极度愤怒的声音 夜晨 你真的置于我死地吗 我可以与你和解 大不了 不再执掌命运 也绝不与你为敌 那是玄机月 遗留的最后一丝神魂 也是她的保命手段 本想悄无声息地逃出去 可还是被夜晨发现了 她的肉身已经全毁 魂魄本源也遭到了重创 此生或许再也无法恢复至巅峰 此时的她已经怕了 只想保留最后一丝神魂存活下来 但宿命的对决 唯有生死之论 夜晨绝不会手软 留下这一丝隐患 她轻轻地打了个响指 三把天剑的剑尖 便燃起了一丝火焰 光圈骤然收拢 直接灭掉了 玄机月的最后一缕魂魄 玄机月甚至连惨叫 都未来得及发出 就灰飞烟灭 不复存在 一代命运之主 尖家圣女 纵横千古的天骄霸主 玄机月 今日就此陨落 神魂俱灭 连肉身也彻底消亡 不复存在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脑子放空 完全无法预测到 会发生这样的场景 连孙夜荣与折天摩地 也都万分诧异 孙夜荣只知道 玄机月是 尖家圣女 无比强盛 被誉为 玄海的年轻一辈第一人 将来必定是要 登临诛天 执掌 尖家道统的人物 整个玄海 都没有任何一人 能配得上他 可就是这般人物 却死在他的面前 尸骨不存 这般场景 多多少少有些令人震撼 这 不少人面面相觑 过了片刻 才意识到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尖家剑派的圣女死了 而且这一任的圣女 被誉为万年 难得一见的天才 此时命丧于此 会在整个玄海 引起多大的动荡 谁都无法预测 但可以肯定的是 尖家剑派 必定会下死手 追杀轮回之主 尖家剑派的圣女死 最后尖家剑派的地团 尖家剑派的圣女死 原刀